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information是最近这三年或是五年才真正被发展出来的 所以就算是课本上写的information很多地方还是不足而且有待补充 所以真的希望同学回去在看这个章节的时候除了要好好的读课本内容之外 我提供的一些slide上的information也请您要仔细的要读一下 第一个概念开始又回头来探讨演化的问题 那整个台湾要讲演化没有人教得过李家伟老师 我也不敢搬门弄服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 我只是在这个章节所重要的概念就是genome这个概念 怎么样利用我们刚刚已经学过的这个东西来开始问一些很重要 而且是到现在有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目前complete genome的sequence就是所谓的genome project 已经有人chimpanzee那这个就是market就是一种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马达加斯加那种 常常那种会跳的那个猴子 老鼠果蝇献虫斑马鱼今年四月才出来 Ecolyte yeast等等 而这一些物种它的genome在比调过序列之后 现在可以跳脱过往利用所谓形态学来判定它演化上的关系 而直接利用基因的序列或蛋白质的序列来画出它们在演化树上相对的位置 跟它们开始变种就是分分歧的这个地方在哪里 换句话说比较这些所谓的genome information 那我就可以推算出所谓的evolution的一个history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章节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by genome sequence或genome information 我能够derive evolution的一个history或relationship 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来了 人跟chimpanzee其实现在已经知道 差异的基因可能小于1% 那what make us human what make chimpanzee a chimpanzee 那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两种不同的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在这些差异的基因的本质 换句话说有一些基因是人类才有 有些基因是chimpanzee才有 因为这种人类跟chimpanzee的差异 造成这两个物种的不同 可是另外一种理论就是说 非也这些些微的差异并不足以造成两个物种这么巨大的差异 而是在这些基因的调控方式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人跟chimpanzee的基因只有差一点点 那为什么人跟chimpanzee会差很多 现在只有两个大理论 第一个是因为差异的不同 第一个是基因调控的方式不同 那到底哪一个是对 希望在这个章节讲完之后 会有一些对你有一些启发 那我们先来看一些重要的名词 Genomics Genome后面加个MICS 就是现在所谓的体学 所以如果有proteinomics 就是蛋白质体学 metabolic就是所谓代谢体学 那genomics本身就是在研究 the whole set of genes 跟它的interaction 那研究这个genomics的方法呢 就叫做bioinformatics 生物资讯 那它主要就是利用一些computation的method 就是电脑资讯的方式 来研究或是储存或是分析 因为这个sequence information 所累积的大量生物的资料 那么最著名的human genome project 这个一样我不用再多说 在2003年已经完成了 可是我们还是应该回顾一下说 这个human genome project 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它的approach有两种 那第一个approach是一个跨国际的 一个联合团队 它用的这个approach有三个阶段 包含genetic或是linkage mapping 第二个step叫做physical mapping 第三个step叫做DNA sequencing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步骤linkage mapping 换句话说 我就要把千万万个genetic marker 在comosome上的位置要能够define出来 那这些所谓的genetic marker是什么呢 可以是一个基因 也可以是一个identifiable的一个DNA sequence 比如说我们刚刚解释过的short tendon repeats 就可能是一个所谓的gen marker 那么因为这个recombination的关系 那一般而言 就是用我们上次讲过的mogen这个unit 记不记得在15章讲到这个果蝇的时候 我就可以定义出这个order跟relative distance between这些genetic marker 那这个用所谓的cytogenetic命来解释 假设我有一个特定的chormosome 那我可以用phoorescence institute 来定义出一个特定的基因 或是一个genetic marker的位置 那画出来这种相对应的位置 跟距离关系 就是所谓的linkage的一个mapping 那得到之后呢 我就可以进入第二步 做所谓的physical mapping 告诉我说在这一段里面 哪一些特定的sequence 哪一些在前面 哪一些在后面 那有overlating的地方 就像拼图所相似连结的地方 可以把它逗在一起 那最后再把这些片段去做DNA sequencing 就exactly知道说这样子的sequence 是在哪一个physical位置 而这些physical又是在chormosome 哪一个相对应的位置跟关系 那么physical mapping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计算distance between genetic marker 那它是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些所谓的 譬如说在这个第一个片段 第二个片段中间 这里可能有一个gen 或是一个genetic marker 这里有一个gen跟genetic marker 那我就是让它有overlaping一点点 根据这边序列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比对 就是所谓的overlating的关系 而定义出它physical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那也这也就是所谓解释 cutting a DNA molecule by miniature fragment not arranged in order 的一个意思 那第三个DNA sequencing 就是我刚刚已经解释过 用didioxy或是现在 所谓的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的技术来做 那记得人类human的chromosome 大概有3.2 billion best pair 32亿个best pair 那第二个approach呢 是这一位很著名的科学家 叫做Craig Venter 他在1992年所提出来的 他所做出来的方式叫做Whole genome shotgun 那这个方式呢 那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他不需要genetic 跟physical的mapping 而直接由sequencing来着手 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一开始你要分析定序的这个geno 他先用机械式或酵素的方式 把它打片成各式各样的一个片段 那个就是shot gun 散弹枪的一个意思 然后再把每一个片段 clone到我们解释过的prosmic 或fetch vector里面 然后再把每一个prosmic或fetch vector 一一的送去做sequencing 然后把这些sequencing 再用复杂的电脑程式做排列组合 clone的就是每一个fragment 中间可能有一部分是overlapping的这个关系 来组合起来 那换句话说 你第一个片段 可能会跟第二个片段 有少少的overlapping 第二个片段跟第三个片段 有一些少少的overlapping 那用这样子去找这些关联性的地方 再把它逗起来 就是完整的一个所谓的assembly 那这个assembly叫做contig assembly 那这个是stand for contiguous fragment的意思 那把这些东西从像散弹枪打散的这种fragment 整个拼凑出来 就是所谓的whole genome shotgun的一个DNA sequencing的技术 那随着历史的告诉我们 eventually真正的human genome project 是把这个three stages的process 跟刚刚提到whole genome下杠 两个combine在一起 那目前这种所谓的hybrid approach 也是被广为接受 也是目前后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解析出现在成千上百种genome project 最常使用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再提醒大家 要记得有两个 原始的human genome project 是一个three stage project 包含linkage或是mapping analysis physical mapping在sequencing 而whole genome shotgun呢 就是把它整个打碎 然后用sequencing的方法 再用电脑方式把它排列出来 不过最后是两个方法 一个hybrid method 都被使用才对出来 那刚刚提到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 叫做next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那为什么它这么诱人 而且现在被预测 在未来不到十年 会整个改写生物技术呢 原因就在这里 1964年 当这个diagnosis方法 被做出来的时候 四个科学家花了三年时间 才解出77个best pair 到2003年 就是human genome project 总共花了3 billion 30亿个美金哦 要乘以32才是台币 花了十年时间 就是说human genome project 可是到今年 一个geno 我只要花几个星期 5000块美金 所以这个时候 就15万新台币了 现在被预测 在隔三年 花可能7到10天 1000块美金 然后到2020年之前 有人预测会更早 只要花不到美金 然后几天的时间 我就能够组成一个product 这个所谓的genome出来 而这里就是各式各样 不同的competing的 一个technology的名词 而我刚刚秀给你们的 是Helicoscope的一个方式 不过这个地方 我不多说 因为课本没有 我也不要求你记 只是告诉你 目前有这种 所谓的次世代的 GNA地讯方法 它的进展 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这样子的技术 会整个改写 我们生物技术 跟生物医学的一个研究 那么跟大家报告一个 因为我们生科 清大生科 目前就是大动作频频 那么王文静王老师 从国科会跟学校 争取到2500万的经费 我们马上就要买 这台Solexa的机器 那另外 跟大家再报告一点 12月23号 我上次跟大家讲错 解出DNA polymerase结构的 科学家Chromber 他是2006年 那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也要到清大来 做演讲 这是我们短期内 第二个诺贝尔得主 要来清大生科 做报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上网 赶快去book 这个 你的reserve 你的位置 好 那这个东西 会有一篇文章 跟我slide最后 你们有空的时候 回去再看 不过记得 一定要记得 这个名词 Next General Sequencing NGS 那么这是今天早上 我才从网路上 抓到的 17号 才公布的 在Nature里面 中国大陆 就利用这个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完成了 Panda的Geno 所以告诉你们 真正在发生了 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project 你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 现在又跟在美国合作 他们要解Rice 米的Geno 这个如果做出来 对粮食 或者是一个农作物的影响 也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么就是因为 这个Human Genome Project 记得因为超过30亿个GATC的字母 那现在当然不只是人类Geno 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物种 那你就要很多的Data Base 跟一些 Analytical Software 分析Software 来分析它 那也是因此 这一些Data Base 跟Software 开始发展出 所谓的Bioinformatics 生物资讯 记得所有的东西 就是要分析这些Sequence 那这一些Data Base 跟Analytical Software 主要都是由国家来支援的 最主要的三个Center 分别是由美国国家 所支持的NCBI 它叫做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另外是日本欧盟国家 所组成的EMBL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还有日本自己本身的DNA Data Bank of Japan 那这三个目前 是又竞争又合作 不过还是以美国的NCBI 最大 最著名 这个Data Base上面 原始的名字叫做Dream Bank 不过现在就被统称 叫做NCDI Database 其实这个地方 我应该讲说叫做S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每18个月 它的资讯量就整个Double一次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快 那主要储存的方式 除了收尾之外呢 有包含各式各样的DNA Sequence 各式各样的Protein Sequence 还有Amino Acid 在一个Protein里面 还有它的3D的一个Structure 所以这一些结构 基本上就构成了NCBI的一个Data Base 那这个就是它的网页 www.ncbi.nlm 这是美国医学图书馆 NIH美国国家卫生院 GOV的一个网页 我强烈建议所有的同学 你们越早熟悉这个网页 越好 那在这个地方有个Tutorial 你可以点进去 它都是像动画式的 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怎样使用这个Data Base上的 Sowell跟Information 真的 越早使用越好 或者等到大三的时候 来修我跟吕皮嘉老师 所开的生物资讯课 那么一个例子就像这样子 Protein的Sequence 各式各样的不同物种 它的Homolog是什么 一些解释 还有它3D的Structure 就是这个Data Base上面 一个Entry的一个范本 可以让大家知道 再来一次 越早接触它 对你会是越好的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这种所谓的Comparison of Sequence 利用比对基因或蛋白质序列 而获得新资讯的方法 也就是目前做生物资讯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相对而言 除了Genomics 基因的序列之外 Protein的序列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等一下 就会提到一个概念 Gene不等于RNA RNA又不等于Protein 那为什么呢 因为Protein有它特殊的Protein的Structure 跟它自己本身 会有一些特定的Modification 还有这些Protein之间的Interaction 像是Ligan跟Receptor Enzyme跟它的Support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复杂 而这些相对应的关系 所组成的这种所谓的蛋白质体学 也是目前新兴 所谓的生物技术重点之一 那么综合说的东西 另外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系统生物学 又出来了 它跟前面的Genomics 跟Protein不同的是 它是用一个系统性的概念 是整个来看的 那看Gene Circuitry 譬如说 我们的Transgression Factor 跟它调控基因的关系 或是Protein跟Protein Interaction的Network 是什么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课本上提到说 科学家们在做果蠅的研究上的时候 就利用这些电脑的Database 跟一些Software 它已经能够预测出 4700个来的Protein 那再超过 4000个不同的Interaction 这边的关系是什么 那这么大的资料量 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人力来完成 就一定要电脑了 那状况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Gene 这么多复杂的Interaction 如果放大来看 里面每一个点 就是一个蛋白质 再更方便来看 它复杂交错的关系 一定要用电脑来处理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到说 除了目前生物 生命科学家LightSign之外 我们现在还有 自工 自应所的人 甚至还有有工程 系统工程的人 要洁进来 所以才能够完成 我们现在目前 所谓系统生物学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 只是告诉你 目前生物资讯的累计量 已经超过我们人脑 能够复合的范围 越早接触这样子的information 对你未来越好 然后在座如果有电机系 自工系的同学 你们现在就可以 明明白白的清楚 LifeSign是需要你们的 那么System Biology 目前的重点有哪些呢 第一个Cancer Genome 癌症目前毕竟也是台湾的 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所以就有科学家 同时追踪2000个基因 在一个Cancer室里面 中间的交互关系 希望能够解除Cancer的发生 它的转移跟它的恶化 是怎么样被调控的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刚回到我们所谓的 Individual的一个Teller的关系 想象隔了几年 你我每个人都可以有 自己的Genome的一个Sequence Data 放出来 我的健保卡上面 就储存我的Genomic 所有的资料 所以插入电脑之后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我跟你相比 我未来得到疾病 譬如说心脏病的几率 是不是比你高 或者是比你低 那像这样子 Personal的Information 甚至会再影响到说 啊我感冒了 你也感冒了 可是你吃的感冒药 可能高次的感冒药 不一样 而且量可能要不同 搞不少我一天要吃四包 你只要一天一包就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代谢 的能力不一样 那这就是所谓的 Personal Medicine的一个原因 一样要based on Human Genome Project 而且是Individual的Genome Project 那这样子就能够真正开始做 所谓的预防 预防医学上面的一个发展 好那讲完了这些重要的概念之后 一样我们再来看看 所谓的Genome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刚刚提到的NCBI的website 它本身有一个子database 就完全是在讲 各式各样不同的Genome Project 那目前这个Genome Project 已经解出来的所有的Information 就放在这上面 所以你如果滑鼠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它相关的资料 那目前它的一大重点是在微生物 那为什么 因为感染性疾病 现在还是挑战人类健康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之中 科本上就提出一个概念 这些Genome在这种各种不同的物种 它的size Number跟Gen 跟Density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Genome Size 就是说一个物种里面 它的基因到底有多大 目前已经知道 很多的Bacteria跟Archia 就是原生菌 它的Genome大概是 一到六百万个Best Pair 可是Eukera就大很多了 在Pring and Animal上面 远远超过一百个百万个Best Pair 那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明过 人类大概有3.2 billion 32亿个Best Pair的一个长度 那目前呢 已经了解说 Genome Size跟Phenotype 甚至Genome Number 并没有绝对性的 比例性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物种 包含Bacteria Archia 跟Eukarya 我们人类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你课本的Table 21-1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Genome Size 从最小的 这个我们的Infraena 就是流行病感度的1.8MB 一直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植物 有超过12万个 这个MB的一个长度 可是Number of Gen 你可以看到 Ecoli大概是4400个 East 项目菌大概6200个 而人类目前是被认为是2万2千个 那它的Density呢 每百万个Best Pair里面 你可以看到 人类这边 平均每百万个Best Pair 才有7个基因 可是相对而言 像是Fungus 或是我们的Ecoli 每百万个Pair 就高达950个 这种所谓的Density Number跟Genome Size 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 是这个章节 要提供给大家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整理一下 Number of Gen Bacteria Archaea 大概1500到7500 Fungus 5000 Multi-Cell的Ecaria 像我们Animal Plant 就从14000到4万个 都不等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研究的东西 或是你研究模式生物 会研究你 决定你 你的未来的生活 是不是好过了 Numberless 回到我刚刚 一再强调的重点 Genome Size 不等于Genome Number 两个完全没有 相对应的关系 课本上又提出来 线虫 它有100个Million Best Pair 可是有2万个基因 人类呢 再来一次 3200Million Best Pair 可是也差不多基因 这个数字 其实应该是改成 2万2千个 不好意思 那么很多情况就是 为什么这些基因的差异 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 那很多状况之下 就是认为 像人类 它虽然是跟 所谓的C Elegant 有同样的基因 但是我们人类 可以靠 Authentated Spicing 而做出 更多的Protein Product 所以造成我们的生理功能 会远比简单的现重 要复杂的多 那么当然 刚刚提到的 这个Gen Density 也很大的差别 那那些没有Coding的这些DNA 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们人类已经知道 有很多的所谓的intra 跟Non-Coding DNA Again 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在过去这些Non-Coding的Sequence 都被认为是Junk DNA 像垃圾一样 可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说 其实不然 这些Non-Coding的DNA 其实有很重要的调控功能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譬如什么呢 譬如说 我们一些基因的一些稳定度 我们结构体 Chromosome结构体的紧密的关系 记得哦 Chromatin它能够 能够被打开来 跟它的基因能不能表现 是有很大的关系 像这种所谓的调控的关系 目前是发现在这些 所谓的Non-Coding DNA里面 是常常可以被找到的 那么如果把所有的DNA的 Typing跟Sequence 把它整理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一张表 那这是Figure的21-7 真正所谓的 我们这里所谓的Axon 就是所谓的Coding Sequence 才占1.5% 那Intron跟Regulatory Sequence 就是说包含Promote Binding Region 24% 那有腻的Non-Coding 15% Repeat的DNA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种所谓的GaGaTCT GaTCT是这样子 5到6 那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Element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就分别占这种 所谓不同的比例 而很高的一个比例 就是包含这个区块 都被认为是Repeated DNA 那它有所谓的 Transposable的Element 跟Reality Sequence 那这个Transposable 请大家先画线 把它画下来 因为等一下在这个章节的后面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解释它 好 回到刚刚的这个 Non-Coding Region 所以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24%的Gene 是有阴重 跟所谓的Gene Regular Negral的 一个所谓的Sequence 也就是说 一些Inhanced Promoted Binding Region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有其他的DNA 它有不同的一个功能 跟不同发生的原因 先来看第一个 Pseudo gene 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远古时期 它还是有功能性的基因 可是因为时间的增加 突变不断不断的被累积 那到现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丧失它的功能性 这样子的基因就被定义 叫做Pseudo gene Pseudo就是假的 尾的意思 那第二个状况 就是所谓的Repeated DNA 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片段 其实在我们的Gene 里面有好多好多个Copy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Copy 这些Copy在做什么 到目前功能性 还是不是非常很清楚 不过Nameless 单单以统计上来看的话 四分之三的这些 Repeated DNA Sequence 被认为是刚刚 我要你们特别记下来的 Transposal element所组成 那这个现在会被认为 跟演化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马上就会提到它 所以先等一下想 Transposal element 怎么被发现呢 Barbara McClintock 这个名字值得你记 是当初第一个找到 有这种所谓Wandering Wandering就是会漫游 到处闲逛的这个意思 它怎么找到的呢 它是在研究玉米 这个每个玉米这个粒子 它的颜色的分布的时候 而找到的 因为它发现说 好像有一些Genetal element 它会从一个Genome 或是一个Cormosome上面 会跳到另外一个Cormosome上面 而改变了这些玉米的这个颜色 那后来呢 它就把它定义为 叫做Transposable element 换句话说 它可以从一个DNA的位置 跳到第二个列子 那目前科学家 已经在Pokeria跟Elecler面 已经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 那这个就是Barbara McClintock 他的相片 跟他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Cormosome kernel 就是看它颜色分布 而引发他找出 这个Transposable DNA element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就来深入来看看 这一些Transposable element 在Eukera里面 目前它被叫做Transposon 那中文是叫做转位置或转座子 那它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在一个Genome里面 譬如说以人类而言 我整个Genome就有1到22个Cormosome 跟XY 那它能够跳来跳去 那用的是利用一个DNA的Intermediate 中间就是用DNA 假设你今天跳的过程中 你要用到RNA的一个中介物质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一个转座子 就叫做Retro Transposon 所以请记住这两个名词 这些Transposal element 如果是用DNA为Intermediate 就叫Transposon 如果是RNA 就叫Retro Transposon 那么这个就是课本上 卡通图来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DNA的序列 在这上面的序列 很多记得它是Retro Transposon 被认为叫做Transposon 那有的时候呢 在特定的状况之下 这些Transposon会被Copy 那就像是一个影印的副本一样 它出来之后 会在我们的Genome里面跳动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再牵进来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Copy and Paths 主要刚刚提到的这些 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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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这个序列 就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很常量的一个Repeat的时候 你从中间切 跟在后面切 所得到的片段 它都能够align回来 你想想看 如果我有一个GAGAGATC的一个序列 那这根笔所代表 只是小小一部分 我从哪个地方拿下来 在哪个地方塞进去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Movable 一个Eukaryote Transposable Element的一个解释 那如果它要先被做成RNA 再由Revert Transposable 变成DNA 然后再变成Double String DNA之后 再引着回来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Retro Transposal 这两个名词 请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那这些东西呢 目前发现是在我们的Genome里面 是到处都可以找得到 是Scatter被散落开来的 那么在Primate 就是灵长类动物呢 很大一部分的这些Trample Element 就是所谓的Allu Element 那这些Allu Element呢 一般而言 它有的时候 的确可以变成做成RNA的Molecule 但是很遗憾 它的Function到现在还是不清楚 那么相对而言 另外一个Ti的这种 所谓的Revert Transposal 叫做LIN1 那简称叫做L1 那目前呢 被了解说 它有非常或是比较低的 这种所谓的跳动的这个几率 不过功能慢慢已经被了解 是跟基因的表现有关系 好 那么再往下看 大概15%的Human Genome 就是刚刚提到 一直提到这种Repeated 这种所谓的DNA 课本上就举出这个例子 你这种所谓的Single Temperate Unit 就是一个GTTAC 它可能2到5个 或2到16个 不等的这种Best Pell组成长度 那这个N就是它可以代表 无限多次 那像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Tendent Repeats 或Show Tendent Repeats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again 当你有2到5 这是Curve Down写的 我目前已经被修正叫做2到16个 Nucleus组成 像刚刚这样子的一个片段 所以2到5或2到16 你考试的时候 写哪一个都是对的 这个就叫做 Show Tendent Repeats的一个Unit 那么如果说把它N加起来 就是Show Tendent Repeats 那目前呢 The Repeat Number of STR 在你我之间 或是一个Population里面 有蛮大的差异 那像这样子的差异呢 最常被发现是在Centromere 就是一个Chromosome中间 那个领结那个地方 或是尾端Telemere 那目前被认为 它跟这个Chromosome的Structure 就是它的这个结构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这个章节 要讲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个Gene 跟一个GeneFamily的概念 很多Eukary的Gene 它通常是只有在一个 Set的Chromosome里面 只有一个Copy 然而在其他的Chromosome里面 很多状况之下 一个基因 可能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那他们有的是identical 是像双胞胎一样 可是有的是 是非常的接近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东西 有什么样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 就是它在DNA上面的位置 很多都是接在一起的 以我们上几个章节讲过 这个做Translation 就在做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记不记得我们 一个large unit 一个subunit 这些小的英里竟然被发现 是在同一个DNA的前后 很接近的一个关系 那第二个 这种GeneFamily呢 如果以雪红素 Hemoglobin来讲 随着演化的关系 目前被发现在 不同的Chromosome上面 16跟11上面 分别有分裂成一个 alpha跟beta的 一个Globin geneFamily 而这些Globin geneFamily 结构其实都非常的相信 只是在它的序列上 有差异 而这些差异 在这种不同的 所谓的Isophon 或是所谓它的Homolox 被发现在embryo 就是你胚胎时期 或是你的Fetus 或是Fetus 每一个做出来的时期的时间 所用到的这个Hemoglobin 都不一样 那这是为什么呢 在怀孕的时候 一个胎儿在妈妈里面 所血液循环的时候 它能够接触到 这个氧气的 这种交换的效率 跟我现在 你我这种成人的效率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靠的是我们的肺 可是胎儿靠的是胎盘 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那么我们的身体 在演化过程中 就告诉我们 在embryo或Fetus的时期 我就要用这种的血红素 可是等我变成成人的时候 我就要利用一种血红素 才能够因应到 在这种演化过程中 生长不同阶段中 所谓的血红素 效率的一个需求的不同 那这个是上面一个 有提到说 Ribosan不同的unit 在DNA上面做出来 那被发现说 它如果说有需要 譬如说我今天这个细胞 要大量的制造蛋白质了 那我要很快的把这些码讯做出来 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些基因 要被连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它能够很快速把同时的 这些配备 零件一口气 通通都做出来 而组合成所谓的 Ribosomal RNA 那么Alpha跟Beta-Gorbin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在跟深入的探讨 它一些重要的一个关系 Again 目前应知道有Alpha-Gorbin 跟Beta-Gorbin 这两个菌Family 分别落落在两个不同的 Cromosome上面 16跟10英 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发生的原因 目前被发现 很多情况之下 可能是Mutation而来源的 而这些Mutation 就如同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过 婴儿因为它靠的胎盘 我们成人是靠的肺 所以这种所谓能够帮助我们survival 以及我们严返下一代的原因 而造成这些Mutation 或对我们有利的Mutation 会被保留下来 而在这个Mutation的过程之中 同一个菌也会因为 这个所谓的Diverse Valication 而有兄弟姐妹 这些GeneFamily的菌 跑现出来 那除了这个Mutation之外呢 在Meiosis的过程之中 可能有些Accident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 Polipority 所以我不再多说 换句话说 在Chromosome 最后有四分裂的时候 这个Chromosome跟另外一个Chromosome 可能会搭在一起 经过Recombination 分开来之后 可能就会把一个Gene 跟另外一个Gene 带到不同的位置 而进行排列组合 换句话说 人类有23个Polipority的Chromosome 而群盆利有24个 可能就是在远古 再发育的结果之中 因为一个Divergence 那让我们这个Essential的Chromosome Fuse在一起 所以群盆利24个里面 中间有两个就Fuse在一起 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 那同样的有Fuse 就有可能有所谓的Inversion 跟Duplication 那也就造成了 我们在前几个章节 也解释过的 Myototic Recombination 那这些通通对于认为是 为了造成这个物种进化 跟演化最大的原因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如果比较我们Genome的 这个Human Genome的序列 跟其他这个Mammalian Species 我们就能够由这个序列的相议程度 而推算出我们之间的演化关系 那这个就是一个课本上的例子 在人类Human chromosome上面 这个Block of DNA Sequence 被发现是在老鼠的7、8、16、17上面 而这样子的图 记不记得在第15章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过 人类1到22个XY的Cormosome 如果换到老鼠19个XY 那它的分布就是这样子 那原因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这种所谓的Cormosome Myotical Recombination Gen Duplication Inversion 所造成的一个差异性 那这些所谓的Cormosome的Element 目前被发现说 在100M之前忽然加速 那这个目前可能是推断 就是当初地球的环境 有大量的这个改变 也就是Dinosaur跟Mammal 一个是灭亡 一个是崛起 那现在最盛行的学说 就是那个流星撞地的这个学说 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 搞不好就是因为太多的辐射 或是有毒的物质 或是现在还在持续研究的环境 而造成大量的Cormosome的 一个Rearrangement 而contribute一些 New Species的Generation 而在我们这个Cormosome上面 有一些Hot Spot 换句话说 我们的Cormosome 人类额也1到22 以及XY 有一些特定的位置 特别容易能够发生 这种所谓的Recombination 而这些地方也是常常会有 疾病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些 unequal的Crossing Over 通常是在Prophase 1的Meiosis 所发生的 那伴随发生的 就是所谓的Deletion 跟Duplication 那刚刚提到的Transport Element 也provide了一些 possible的Sight 可以让它Cross Over 再来一次 因为这是Personal Element 很多是Repeated DNA的Sequence 所以想想看 一个Sequence中边 有GAGA EAZ 另外一个Cormosome 也是AGAG 两个人对在一起 很容易就可以转换过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 Non-Sistered Chromacy之间 为什么能够发生 这种所谓的Transportable Element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课本上就举了这个例子 不同的颜色代表了 Either是Transportable Element 或是基因 记得哦 它是分别两个不同的 Cormosome上面 碰在一起 发生Cross Over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深色的就会跳一部分 到浅色 浅色跳到深色来 那就造成了一个 所谓的Gene Duplication的Event By 很Equal的一个Crossing Over 那么 这些东西呢 如果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Grobin gene来言 那就被发现 其实大概是在 450到500个Million Years 就发生的 那它里面发生了一些 Duplication的Event 跟Difference Between gene的Evolution 很多状况之下 还是有刚刚介绍过 这个Mutation Accumulus起来 所以换句话说 根据刚刚解释过的理论 那现在的认知就是 原早之前 只有一种Grobin gene 可是For some reason 它Duplicate了 你可以看到 两个Copy出来了 而Copy出来之后 随着时间的演变 它开始有Mutation累积 Eventually一个变成Alpha 一个变成Beta 然后一个Transposition 跳位发生 一个就跳到16 一个跳到11个Cromosome上 而随着它的发生 新的Duplication 新的Mutation出来 就造成了 这个AlphaGobin gene family 有这么多的成员 BetaGobin gene里面 有这么多成员 那记得 它有演化上的优点 去Push这个发生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在胎儿 因为靠的是胎盘 成人靠的是肺 那这种血红素 利用这个养的养分子的结合 就造成这些突变或基因 会被保留下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也就是我刚提到Oxygen binding的Affinity 那么差的就是Accumulation的Amino Acid Mutation 那么这个地方 它更进一步的告诉你 在课本的21之1 这些不同的Family gene 它的序列的差异性 比对是多少 所以这是Percentage of Similarity 那我帮大家做好了一张 这个Greek Alphabet的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Alpha 那这个是Zeta 然后这个是Beta Dama是Epsilon 这个东西我会传到网上去 方便你们的记忆 那么这里有个新的概念 是课本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记起来 刚刚提到了这些基因 有些特殊的名词 分别叫做Homolog Otholog 跟Parallel 中文分别叫做同源基因 直向同源基因 跟横向同源基因 看上面这张表就很容易了解 Encentral的Galming gene 因为刚刚解释过的Gentubication 分裂成Alpha跟BetaFamily 如果今天是在不同的物种里面 它就叫做Otholog 可是如果是同一个GeneFamily 在同一个物种里面 叫做Parall 而所有的这些Galming gene 都是Homolog 再来一次 随着这个演化的关系 在不同物种里面 同一种源的基因 叫做Otholog 所以这个叫做直向同源 如果是同一个物种里面 所相关联的这个GeneFamily 它叫做Parallel 横向同源 那所有的Otholog 就组成Homolog 同源基因 这个很遗憾 你们要记下来 课本没有 然后回去要特别标注这个Slide 所以后面这些关系 就提到了一些 刚刚解释过这种Mutation Duplication 那例子呢 课本上就举出了一个Lysozyne 跟这个所谓的Alpha的Lactoalbumin Lactoalbumin 那Lysozyne呢 就是我们的细胞 在抵抗Bacterial Infection的时候 它会分泌这个Enzyme 把人家破坏掉 那随着演化的关系 这个Lysozyne 变成一个Alpha的Lactoalbumin 它是在Milk里面 可以找得到 那它完全上市了 酵素的功能 不过它的序列 跟演化的关系 是一样的 所以 综合而言 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GeneFamily的产生 很可能是Duplication 或Reposition of Axon 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 造成了Gene的Evolution 而同一个时间 在Milk所发生的错误 可以造成Duplication 也可以造成Deletion 那这结合 我们上次讲过的 Axon Shuffling 跟Milk的Recommendation 换句话说 所有的Axon 就可以Mix and Match 无限制的排列组合 那这样子 就是目前物种演化的 分子理论基础 好 那这里就解释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因 叫做TPA 它stand for Tissue Prosperation Elevator 我们生病 我们受伤的时候 流血 流血之后有血栓 那这个血栓要去除掉 对不对 怎么去除呢 就是靠这个TPA 根据的 序列的分析 Domain Analysis 我们现在发现 原来中间含了一个 Abidermal Growth Factor 这是一个刺激金属 然后Fibonetin 就是细胞外间质 Prosminogen 是一个Cringle 就是我们血液中一个蛋白 这三种不同的基因 靠着Shuffling 跟Deprecation的关系 而组成这种 所谓的F EGF KK 中间的Spacing 这就是一个TPA 那它也证明了 这种所谓的Mix And Match 所谓的Axion Shuffling 而推展了一个 新基因的一个Evolution 那么 下一个又回到了 Transportal Element 所以把刚刚这个Transportal Element 回到我们这个Generation的 这个Sequence上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 啊 原来这么多的Copy of这些SimilarTransportal Element 就可以帮助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Shuffling 转位 Mix Match的一个发生 那同样的呢 如果你把这些Transportal Element 塞到一个Prosmin的Sequence里面 哇 换句话说 它跳错位置了 它就会破坏一个蛋白的一个 产生跟影响 对整个生物的个体的功能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如果这些Transportal Element 跳到了一个Regulator Element 就是一个Promoter 或是一个Enhanced Region的话 那这些蛋白的表现 不是Block了 会依靠变增加或减少 所以随着这个蛋白质本身的 有没有 或者量的多或少 我们的演化 又靠着这些Transportal Element 提供的更进一步 精细的一个调控 所以以这个部分结论而言 就有所谓的Band mood 跟Good mood 所以你的New Location 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 那除了刚刚解释过 Protein的Production 它也可能解释 这造所谓的新的Authanical Spice Insight 那换句话说 一个基因就有新的一个形态出来 那么这些的变化 绝大部分都是Detrimental 就是有害处的 那只有小部分是有好处 不过物竞天折 那么演化的过程中 很自然的就会去掉这些有害处 而留下这些有好处的 好 那么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Genome Project 最近这几年来 你也可以看到 Next Generation Sequence的技术 快速发展 那么很多的Genome被做出来 那比较这些Genome 就是Comparative Genomics的这个Study 就开始来解释 所谓的Evolution 跟所谓的Diversity 那这个部分我想 都是在李嘉文老师 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过 只是记得在这个章节 提供的是分子理论的基础 那么也因此 我们可以比较这些Genome的Sequence 来找出哪一些Species 原来是很有情谊的关系 那有些比较远 那因此就可以画出 这个所谓的Tree of Light 那这个地方我想 就是课本上提到这些概念 那这本是非常基础的概念 我就不提了 不过有意思的 在Panda的Genome发现之后 竟然发现离它最接近的是什么 是狗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这不晓得是怎么发生的 那这个是Modern Tree of Light的方式 那一样因为有这些Information 记得每一个页一个数字 都是一个不同的Genome 一个物种的Genom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这个网页就在这个地方 让你比较习惯它的一个做法 好 那么在比较这些所谓的Genome之间呢 我们也找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关系 就是一些Concer gene 这些基因在演化过程之中 被弯弯真正的保留下来 而根据这些Concer sequence的Gen sequence的variation 我们也依次可以推荐出 原来Bacteria Archa跟Incara 大概是2到4个B0E之间 开始Speciation出来的 那么这样子的关系 就可以让我们来比较一些Distant Related的一个Species 那同样的比较Cross Related Species 看的除了这个Genetic的Difference之外 我们的Phenotype的Difference也很重要 记不记得梦德做实验的时候 花的颜色白紫色 本身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控制花色的基因 就是可以用这个例子 一个Cross Related Species来解释 那回到刚刚Human跟Chimpanzi 以真实的数字来讲 Genome差别只有1.2 Single Space 那2.7是被认为是因为Incestion跟Decision的发生 那很奇怪的有些基因呢 它在人类它Involve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这些包含了像在Defense 像是一些Malaria 疟疾啊 Tuberthosis 肺结核 还有我们的脑的大小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基因叫做Speed Ging 叫做FOXP2 那这个被发生是说跟我们的Vocalization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 这个科学家用的是老鼠 因为老鼠很容易可以把这个FOXP这个GIN 把它Nuck out掉 所以它先制造了一个正常的老鼠 那一只老鼠是完全是Mutate掉 一中是Hedrozygne 所以一个Copies正常一个还不正常 然后它去看它的脑的切片 这些神经相关的基因的排列组合是不是有差异性 所以这个是解剖学上的证据 证明这个FOXP的确会影响到脑部的一个结构 那很有意思的呢 它把这些小老鼠呢 放到不同的笼子里面 然后其实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用这个超音波intrasonic这个Vissel 这个哨子去吹刺激它 那刺激它看它这个有反应没反应是什么样子 就发现Wiretide反应很好 那没有的话就是 我们来个几乎是没有什么这种反应的 那么里面再来一次 找到这个基因 先看它在生理上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 脑部神经的排列组合 再做一个生理的实验 看它对这个刚刚说的刺激Stress 声音这个Vocalite的影响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题 What if 如果你把人类的FOXP2菌放到群盆Z上面去 那群盆Z就能不能说话呢 这个是课本上的一个所谓的思考题 很有意思的想想看 好 那么换句话说 除了刚刚比较出说 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方式来找出说 为什么人会说话 群盆Z说话的基因是什么样子之后 我们要很多的information 譬如说大概是20万年前 那我们发现说人类是这个 only species around 那它有所谓的weeding species的genetic variation 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之中 其实有一段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死光了 只留下那一小撮的原始人的祖宗 那我们通通都是这一小撮的人 繁衍 然后再扩散开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out of Africa 就是从非洲出来这个起源的一个分子的一个理论 那这个地方很多原因 就是靠着这个所谓snip inversion deletion跟deplication方式 而推演出我们这个所谓的study 那重要的是除了evolution 这个跟我们的health一样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种所谓的evolution development 那目前就叫做evodevil 记得哦 它是来研究所谓的evolu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in multicellular organism 那像这种的information呢 记得主要就是在看一些minor difference gene sequence 跟它的regulation 而造成一个major difference in form 为什么有人是白人黑人 有人高有人胖有人瘦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而再来一次这些重要的基因 又叫做homeotic gene 同源基因 跟我们刚刚讲的homolog是不大一样的 这些所谓非常相似的基因 identical跟simulation throughout evolution 被发现不管在脊椎或无椎中物里面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最著名的一个gene叫做homeobox gene呢 目前就被认为说 它是跟DNA的binding有关系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transcretion factor 转入因子 那它在所谓的ammo里面 通通都被叫做hocs gene 那这些hocs gene在干什么呢 在老鼠里面 这个hocs gene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所谓的体结 在发育阶段中 这个体结的一个发生 这个就所谓embryonic segment的structure 告诉我们哪个地方要有脚 哪个地方有尾巴 哪个地方有眼睛 同样的hocs gene在果蝇里面 也会决定它的体结 而造成哪个是胸 哪个是腹 这种所谓的anterior posterior axis 跟它的segment identity throughout evolution 通通都是由hocs gene来调控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再一次验证 我们演化这种所谓的 万物皆是同一祖先的 这种理论出来 那也是因为这种所谓重要的 控制我们身体的 这种axis的这种导向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这些development里面的gene 很多都是刚刚提到的hocs gene有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highly concerned的gene 通常都是跟development有关系 而且是species跟species之间 都是非常的相似的 那么课本上又在提到说 浮游生物现在被发现 它体结的判定跟昆虫的判定 一样也是靠这个hocs gene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告诉你们 演化上就算是差很远的 这种species用的 还是同一套的gene regular network 不过有的情况之下 小小的差异 在这种highly concerned的gene 如果发生问题 就有大大的这种影响 所以如果hocs gene出问题 哇那你该长腿的地方 就不长腿 那这个就有大问题了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像我们在做所谓的metagenous screen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种所谓的整个改变 它形状的这种结构 我们通常都会很兴奋的 因为通常这个都是在演化上 扮演重要角色的基因 那也是我们在健康或是医疗上 很有兴趣的一些基因 好那这些东西很多 现在都被发现是transgression factor 或transgression factor 所影响的蛋白质 那为什么如此呢 其实答案就是很简单 因为如果影响的transgression factor 它影响的就不只是它自己 而是因为它本身 又可以调供其他的基因 而调控的基因 又可以去影响到别人 所以为什么这些重要的基因 很多是transgression 的关系的原因 那么在植物里面 它就叫做max box 那再回来一次 animal里面它就是hug string 所以花为什么有花在上面 跟在下面 一样是有这种所谓的 重要的max box gene来调控的 好 虽然拖了十分钟 还是讲完了 那这边是 you should able to know的一些重点 我就不说 不要急 不要急 这里地方很重要 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 next generation gene的这个information 我帮大家做好slide 然后这个slide的下面呢 因为比较难以理解 我当初从一个道路的网页上 找到一个它的中文的说明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slide 拉开来的时候 每个不同的next generation的技术 跟它原始出处 我都标定好 所以我只要提醒大家 虽然我没有讲 但是我强烈鼓励你 上网之后 download下来看一下 那这里面就比较了 目前next generation 重要sequencing的一些information 所以花时间读一下 对你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好 那就今天就到此为止 不好意思 拖了十分钟 提醒所有的同学 现在就要开始读书 不要期末考前一周或两周 再用生命读升岛 会来不及的 那祝大家期末考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